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佬重庆 今天邀请到我们香港最好朋友 他是刘安昌刘博士 刘博士好 刘博士好 是我们看到顾立雄 他有一个奇特的角色 就是明明只是一个文人律师 而且学历呢 其实也就是纽约大学的硕士 他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博士 或者是什么硕学红乳 但是他的权力特别大 一路上呢 从换到金融检查 然后呢 他在律师界 还是想当他的龙头人物 接着现在还涨了国防 那么就有人说 他这个位置 其实不是赖西德给的 而是美国安排的 那美国为什么要安排他呢 大家就认为说 这可能是长期以来 美国跟蔡英文 已经有个合作的默契了 那么顾立雄就只是一个通道 一个重要的联络官 而现在顾立雄 美国把它放在这个位置呢 是让赖西德知道 美国直接管的这个国防 那么顾立雄还有个任务就是 让整个预算啊 乖乖提出来 要让韩国瑜那边啊 反正通过 那美国拿钱就是了 您认为这个说法 是有本有据的吗 还是只是大家的揣测而已 刘老师 我觉得呢 这个是非常非常可信的 这个非常非常符合逻辑的 因为实际上 按照美国现在的台海 整个的这个战略 整个的或者美国的全球的地缘战略 因为全球现在打了两场战 一场是罗伯战争 一个是中东战争 这两场战争要短期内停下来的可能性都不大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美国应付这两场战争已经非常困难 那么在如果再有一个台海的战争的话 在美国就是难以任赴 而且美国的军方已经出现了一种论调 就是说还生怕这个大陆的解放军 趁这个机会这个武统台湾 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可能这个美国的军方就无力 在援助台湾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基本上美国就希望整个台海无事 所以在这个罗森伯格还有其他的美国主政台湾的人员 不断的跑到台湾来 这个对赖清德有所钳制 希望他在520的讲话 而且网绰的施政不要冒进 不要给这个大陆方面有机会 所以这个整个方向是在这个 所以很多人说 美国用一个文人来当这个防党 其实也希望这个台海没有战事 所以也是有这样的考虑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 首先就是让顾力雄通过这个计算 肯定是摆在第一位的 那么在这个方面来说 美国的军工复合体 美国的军工商 甚至这个拜登政府 或者以后 也许可能是特朗普上台 都是把这个是作为这个美国利益的所在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么多年来 美国从台湾获得的军购的这个赚的钱 那是天文数字 那么现在未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 让一个顾力雄把这个预算 能够方便的通过 像这个欧老师所说的 应该是美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的方向 好 那么我们就要请问了 那么现在顾力雄既然是听美国的 那他听的是哪发的美国呢 是美国的五角大厦 还是美国的国务院 还是美国国务院里面的台湾办公室 又或者是CIA呢 刘老师 这个就可能就相当复杂了 这个问题 因为我想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首先直接管他的 就是美国直接控制台湾 这个人事的控制台湾政权的 这方面的AIT 甚至美国国务院 罗森博格跟孙小雅 罗森博格跟孙小雅 那个肯定就是直接的了 这个顾力雄首先的任务就要伺候好 这个两个老小姐 一定要让他们吃好穿好 所以这个是他的首要任务 那么其他的恐怕 他也需要有所顾忌 因为他毕竟当了这么多年了 在台湾的这个政治舞台上 已经混了八年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对整个国际的政治形势 其实应该是有所熟悉的 如何能够保住自己的位置 不要说没有 就像那个唐飞那样 四个月就下来 或者这个更短的时间就下台 恐怕也是他现在考虑的 这个最主要的一个事情 那么如果是赖信德的命令 和罗森博格还有孙小雅的命令 如果相冲突的时候 您认为顾力雄会怎么办呢 他是听赖信德的 还是听这两位老小姐的呢 那肯定是两位老小姐了 因为他非常清楚 这个赖信德也得要听两个老小姐的 而且呢 他只要听好两个老小姐的 他可能就觉得他的位置就会保得住 那么当然他希望赖信德也听两位老小姐的 两个人就是赖信德和美方不要有矛盾 如果赖信德和美方有矛盾 他肯定是站在美方那边 如果赖信德和美方没有矛盾的话 那么他就日子就好过 但是如果日子两个人有矛盾 我相信他的日子就不好过 是这样看起来 等于顾力雄是替着美方 把赖信德令的给看住 看起来赖信德的确又是被双规了 感谢刘老师精彩深入的点评 谢谢刘老师 谢谢欧老师